哈啰 哈啰 又听到掌声响起 又知道我杀令过果要发表对吗 天传到很正式 这对不会有出话 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最近邻国新加坡大选 很多候选人、部长、巨人马出来演讲 讲词很吉昂人羞 很吉利人心对吗 可是偏偏有位部长 就来用我马来西亚来比喻他的新加坡 他的话题是 我不是马来西亚人 这一点 这位部长我要点醒你一下 你身为一个国州候选人 还是一名部长 你的学业、你的知识跟你的文化 博协多彩 你包读诗书 三大语文或者五大语文你都会 对吧 我三日过果是一个没有文化的 今天我用一种没有文化的方式来反驳你 你所演讲的演词中的错误 你说 当初马来西亚脱离新加坡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你的父亲带你去新加坡 让你成为了一个新加坡公民 所以你感到很骄傲 这一点不可否认 恭喜你 然后你说 好彩你离开了马来西亚 你成为新加坡人 那么我们马来西亚人很衰吗 很丢脸吗 你讲这种话 已经严重的损害了 我两国人民正常的有来交往 这一点你一定该要检讨 因为境险中 你可以用你自己国家的事情来讲 你为什么非要把马来西亚 列入你的讲词中呢 为什么你不讲 我不是非洲人 要不然非洲人就打内战 我在新加坡吃饱 我不是非洲人 非洲人吃不饱 你可以讲 好想我没有生在IS的地方 西里亚 伊拉克 我是身于新加坡人 所以没有内战 你不应该比喻民国 因为我们是友谊之班 两旁边罢了 今天我反驳你就是 嘿啊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们医疗是免费的 我们的国民政府 全世界 我们的国民政府 我们的医院是免费的 嘿啊 我们的小学到中学教育是免费的 你新加坡没有钱 钱帮我去医病 你医病你死 对吧 你要很多钱 我马来西亚不必 你送去中央医院一块钱 嘿啊 我感到很荣幸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第二 我要反过你马来西亚打你好 嘿啊 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小学到中学教育是免费的 这一点 你新加坡没有得比 你新加坡是没钱没得读书 你们是要付协会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是免费的 所以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嘿啊 第三点 我要反过你了 我们马来西亚55岁 就可以拿公寄金 我们的政府虽然不是很好 可是55岁我们可以拿回我们的公寄金 我们可以花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花 我们要买物资也行 我们要买车也行 我们要做任何事情多行 而你新加坡不行 55岁拿不到公寄金 要65岁 65岁可能你们会改变成70岁 那个人都要死了 怎样去花到公寄金 对吧 所以你们的钱有金没有出 我们的政府虽然不好 可是我们的公寄金55岁 我们就可以提款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用我们的公寄金 这一点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应该讲 好彩我是马来西亚人 再接下来我要反过你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钱 我们可以买车 我们不需要用车证 我们没有钱 我们把车推进车行 我们随时可以换车 套现回来 我们不需要花5万 8万去买车证 然后再买一辆车 然后几年几年 要拿去报费 我们还一样可以在路上走 这一点我为马来西亚 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应该讲 好彩我是马来西亚人 今天要反过你 就是这一点 没有出话 我希望你们在进车期间 你们用你们的先言 你们去讲你们的国家有多少 多少多少多少 请不要贬低林国 不要贬低我们的国家 好吗 我们的国家千疮百孔 那是我们国家的事情 不需要外人来干预 在你进车之前 你不应该讲 好彩你不是马来西亚人 这句话你商量马来西亚人的心 有多少新加坡人的心类 类型中在呐喊 为什么我不是生长在马来西亚 可以随情所益 有物有车 对吧 不用住在百个笼里面 对不对 你听不到 你听不到这种声音 因为不可以讲 如果一讲会给你们树上法庭 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面子是Facebook 可以随情所益的写 可以随情所益的改 我们政府没有抓我们 可是新加坡不行 只要讲你政府的计划 或者是改名一张图片 会被告上法庭 而且 领导人还会上法庭去亲自审问他 然后还不原谅 是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的政治的路 我们可以随时批评 这一点是我们感到关注的 虽然我们的国家落后过你新加坡 可是我不以为 我不以我身为马来西亚人而为此 我不认为我身为马来西亚人而定 反而我觉得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爱我的国家 我深爱我的国土 虽然我的国家领导人千疮百孔 很多毒瘤 可是我相信 未来会一步一步更好 绝对不会输给领国 我们有天然的志愿 绝对不会输给领国 是领导层的问题 不是因为身为马来西亚人丢你 所以所有的马来西亚人 你们要爱国 不要去赞成别的国家 讲我们的国家不好 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有很多优点 所以我认为我身为马来西亚人 行啊 反驳你 希望你以后在演讲的时候 不要再用我们马来西亚人 人的名字或者是污蔑我们马来西亚 谢谢你 这位部长 好 你保读四书 你进行的时候 你应该讲一些有件事性的问题 你应该问新加坡人需要什么 新加坡人到底在心里面想什么 对吧 医疗 还有教育 车 名声问题 不是拿领过的事情来当笑话讲 对吧 祝福你今天成功 祝福你 当未来的总理 再一次告诉你 我是美马来西亚人 行啊 因为我言论自由 拜拜